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其實普丁在這次這個 俄乌戰爭裡面 他知道他跟歐洲 跟美國的關係回不去了 起碼在他的任內回不去了 可是普丁知道他自己有一個角色 他可以扮演 他雖然不見得是King 不見得是王者 他可以做一個造王者 他知道他的角色就是一個造王者 所以在這一次整個俄乌戰爭裡面 我覺得他在這個論壇裡面 這樣子高度的評價中國跟這個亞洲 我覺得這個就可以已經顯示出來 在俄乌戰爭開打以後 中國大陸在台面下跟俄羅斯 這種外交的接觸跟這種談判 應該是非常成功的 也就是說在這個過程中 他雖然在有一些公開表態的時候 他棄權了 可是事實上的話我覺得 他事實上他整個的表 中國大陸整個的外交表現 讓俄羅斯是心存感激的 所以他才會這個場合裡面 講得這麼重的 等於說是捧台中國跟亞洲的這樣子 其實捧台亞洲還是其實捧台中國 他自己是歐洲國家 他這樣捧台亞洲其實 也不大合過去的這種政治的邏輯 不太合政治的邏輯 而且事實上 俄羅斯過去對中國大陸這個 還是遺跡很多的 你知道歐洲他中國大陸曾經 俄羅斯在前幾年曾經把這個 溫州人在莫斯科的黑市全部掃光了 然後在這個西伯利亞 很多中國農民 在這邊用器座的方式 受僱於俄羅斯的地主 或怎麼樣幫俄羅斯來開墾這個農地 然後也受到俄羅斯政府的這種 政府的干涉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俄羅斯今天這個普丁 在這麼重要的場合 而且他現在講話全世界都要聽的 那麼把中國放這麼高的位置上 我覺得第一個就顯示 過去的一百多天 中國大陸對俄羅斯的外交的交涉 還有採取的立場 不管你是表明著 好像非常支持俄羅斯 還是表示了中國自己原則來講 我想他在這個私底下 跟俄羅斯的說明 跟解釋 達到的效果是很好的 達到的效果很好 所以俄羅斯我覺得 我剛剛就講了這個拜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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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丁將來他認為他可以做一個 kin maker 也就是說他是一個造王者 你今天在中國跟美國的這個競爭 或者這個鬥爭 或者是爭霸的過程中 普丁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我已經站在中國這邊了 將來你們兩個 現在是我俄羅斯出來打這第一仗 後面就是你習近平跟這個 跟拜登的接著要打 那我現在告訴你 我的保壓在中國這邊 這個力量是非常重的 所以其實真正有戰略高度的 像季辛吉 大概兩個禮拜前他就一直在跟 歐洲的領袖講 因為季辛吉在他這個 移民美國以前他是歐洲人 他是德國人 他的這個他這個青年少年時間 是在歐洲長大 嗯 那他講了一句話其實是語重心長 他說歐洲必須要了解 讓俄羅斯留在歐洲的重要性 也就是俄羅斯這個國家很有趣 他有兩個選擇 像我們 像中國的話 你不會想說我還選擇歐洲亞洲 我就是個亞洲國家 可是俄羅斯這個國家很怪 他橫跨歐亞兩個大陸 是 所以俄羅斯是可以選擇的 那你現在看起來 普丁經過這場歐洲戰爭 西方對他毫不留情的 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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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這樣鬥爭或者壓迫也好 他現在他已經完全倒上東方了 這有可能脫歐入亞嗎 他事實上就只有這條路 只有這條路了 你今天上他也很清楚 你即使這樣這樣打完 要恢復跟歐洲跟美國的 那種關係的話 已經非常非常困難了 怎麼取消制裁 制裁美國不會這麼快的 然後事實上他將來 俄羅斯要走的路線很簡單嗎 他不是講了G8嗎 由他出來組一個 跟歐洲美國對抗的一個 國際上的一個聯盟 另外上他推跟中國大陸合作的時候 去美元化 把美國這個重要的這個權力基礎 美國這個霸權基礎之一的 美元霸權 他會跟中國大陸做更密切的聯手 然後把伊朗 把沙烏地阿拉伯 把這一些國家 有經貿實力的國家一起拉進來 把你美元漸漸逐出主流貨幣的角色 讓你們跟歐洲人去用這個貨幣 而歐洲的貨幣呢 又跟美元 歐元跟美國又不對盤 那在這個中間 俄羅斯跟這個中國大陸又可以運用 歐元跟美元之間的這個矛盾 然後呢 來進一步打擊美元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其實這是一種宣戰 嗯哼 我覺得對普丁來講就是宣戰 我這場跟你抹下去了 而且你們不要小看我 我今天站這個位置 我讓你作為王你就是王 我讓你作不成王你就不是王 我就是金maker 我雖然只有 我雖然只有1.7兆的GDP 你美國23兆中國17兆 可是呢我這1.7兆 加上我的軍事力量 我就是天平上的最重要的一顆砝碼 所以我覺得他今天這些話 基本上真的是 如果美國的戰略學者 今天還有在認真聽這個 聽這個普丁講話 應該聽得一身冷汗 一身冷汗 這個未來的世界這個競爭 三強之間競爭 兩強已經跟美國跟歐洲 完全站在對立面 就是完完全全站對立面 已經不回頭了 我今天就是往東了 我俄羅斯我就是往東望了 我做歐洲人以我普丁自己的經驗 被你們弦成這樣 最後一起聯手來修立我普丁 普丁是在聖彼得堡長大了 聖彼得堡是彼得大帝希望把一個 被蒙古統治了數百年的一個俄羅斯 從亞洲的一個政權裡面去向西方去靠攏 他事實上基本上就是西化的開端了 那普丁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裡長大的 他對西方的憧憬是非常強的 對 他非常強的 他過去其實對歐美是 非常友善 他就是非常友好的非常友善的 非常友善 可是這次他真正他跟這個歐美 真的是我認為是完全決裂 完全決裂他基本上 以他的國力他想說 你們聯合起來也打不垮我 我現在呢我就跟中國走在一起 看看你們還有什麼未來 而且你看最近在這個對日本也不假辭射 然後普丁最重要的 對台灣問題做了非常明確的表述 對 包括新疆 包括香港 香港全部一起來 人權問題 完全站在中國 現在大陸這個政府的立場 過去事實上並不是如此 你要知道 在這個台灣問題上 俄羅斯曾經有一度 是有走到模糊的境界 所以俄羅斯跟台灣的關係 其實一直是還算不錯的 還算不錯的 是現在台灣政府自己 跟人家制裁 不要制裁民國幾年的 然後就搞成現在這樣 反而是烏克蘭跟我們沒什麼關係 對 烏克蘭是根本不承認我們的好不好 死弄活弄的 結果你把自己的好朋友給推出去 就是莫名其妙 中國大陸過去 像上次有 我看一個大陸的一個人講說 他們年輕的時候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人講說 你們不要侵略日本的北方四島 北方四島是屬於日本的 現在上次趙立堅講說 要日本尊重二次大戰勝利的果實 這個是二次大戰造成的結果 是不能夠去挑戰的 意思就是說 北方四島是屬於俄羅斯的 所以這些都在變化當中 其實俄國你今天去看 跟中國大陸之間過去 還有很多問題是心結 那還有很多事實上是過去歷史殘留下來的一些 一些沒有辦法完全配合的地方 現在你看完全沒有 對 台灣問題上 俄羅斯明白表態 多次 這個對於 對於這個 日本跟俄羅斯的領土糾紛 中國大陸也講清楚 講得非常清楚 沒有戰略模糊 沒有戰略模糊 跟美國不一樣 戰略清晰 中國怎麼樣 台灣怎麼樣 日本怎麼樣 講得清清楚楚 所以現在就是已經做到背靠背了 第二個上不封頂 你就要看他爬多高了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國際的這個 這個俄乌戰爭 基本上最大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改變就是說 這個世界將來就是二中聯手的一個世界 跟你美國搞美歐聯手是一樣的 可是 大致你看現在美國是這個樣子 那歐洲 馬克宏 2000年以來 22年來 第一個 這個議會沒有過半的總統 然後強生也是 我看 我看這個 強生沒有被 對不起 強生沒有被倒掉 我還滿意外 居然活著 居然沒事 還繼續當首相 所以歐洲現在也 其實強生的做法 其實 他現在有這個做法 其實非常簡單 因為他是脫歐的大將 在他的那個最後一集裡面 英國脫歐 你知道他當時最大的口號 換 就是說 基本上 說服了很多英國人是用什麼 用大英帝國的光榮 來喚醒 他說 我們過去 相信我們是歐洲的一部分 我們從 我們把我們跟世界的接觸 放棄的 透過歐盟 來接觸這個世界 這對我們來講是很愚蠢的 意思說我們歷史上有光榮 我們靠過誰 怎麼會現在對外要透過歐盟 我們脫歐 就表示我們跟以前大英國的地方 我們英國人直接去面對這個世界 就是不要再透過歐盟這個機制 英國大於歐洲所有國家加起來 我不要跟所有國家混在一起 我比他們厲害 我自己出來 有點這種感覺 對啊 現在這個歐盟戰爭 它就要表現英國的獨立角色 你過去你就是歐盟的一部分 處處受限 我現在正好證實 我英國你看 在這麼重大的國際事件中 我英國今天站出來 發出我獨特的聲音 做出我獨特的工作 我懂了 這個是不是大英帝國時候 才有的這種光榮 對 他現在是在兌現 他當時叫英國的選民 支持他脫歐的 他做出來的承諾 現在他用這個俄武戰爭 來兌現他當時的那個政見 可是問題是 英國人沒打算買單 抗議成這個樣子 英國經濟也很慘 現在英國那個Fish and Chip 已經沒有不太吃了 沒有魚了 這個我們剛才講到 先不只是炸魚 薯條沒得吃 我們講到這個荷蘭 90% 90以上的這個水果 他們的農產品 他全部都外銷到歐洲 荷蘭還是全世界 第二大的農產品出口國 你想都想不到 用溫室來培養 我們上禮拜有講到 就現在歐洲 不要講說 這個大使說 薯條跟炸魚沒得吃 我告訴你 薯條炸魚旁邊的生菜 跟番茄都沒得吃 對 因為 荷蘭的番茄 產量很大 全部都消往歐洲 所以你現在去說 我要一個炸魚薯條 對不起 今天沒有炸魚薯條 那麥下 那我這旁邊的生菜 對不起 今天生菜也沒有 只剩沙拉醬你要嗎 拿沙拉醬 用湯匙挖來吃 旺旺水神 還有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台 一直在噴鹽的 這個叫做旺旺水神霧化器 哪裡買呢 可以到快點購的平台 來購買 好同時呢 現在中天的觀眾有好看喔 你上快點購買霧化器會送水神 也推薦大家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R588 可以有相關的折扣優惠